你好,我是艾利克萨利 咱们今天影片的主要来讨论一下 那比特币真的会在年底十万吗 那都说是川普稳赢了 那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那么咱们会在讨论之后 给出我的观点 那如果说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 那先赞后换,财运不断 好,我是艾利克萨利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 我的频道是专注于加密活平和区块链技术 那我在电报上有个会员群 我的目标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 实现财富自由 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加密行业的博主 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电报群的链接 联系我咨询进取的方式 那由于电报的片子众多 那支持语音或者是视频的验证 那B站的小伙伴们 请通过发私信的方式加入会员 好,那咱们进入今天的正题 那在进入这个正题之前 我希望大家记住一句话 那这个世界 它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好,那咱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影片 如果说你关注了我另外一个频道 比特币日报的话 你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 我的观点一直都是偏看空的 那这些观点我在X平台上 也有发推文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很多朋友不理解 那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看好的这种行情 那为什么你一直在看空呢 那这就要看这个市场上 看多一派的这种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 那如果说看多一派的 逻辑站不住脚 那只是单凭一腔热血 去喊这个口号的话 那我就不敢苟通 不能赞同他们的观点 那我找了半天的最后发现 看多一派的观点呢 他们来自于美国大选的预测市场 那他们的逻辑呢 是Polymarket上面 川普稳了 那比川普支持比特币 所以说比特币要涨了 那所以说比特币年底会上10万 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啊 那乍一看啊 乍一听 大家肯定觉得这个逻辑没有毛病 对吧 但是呢 你戏品之后呢 会发现这个观点的逻辑呢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那接下来我说一下 我的这个分析的过程 也供大家参考一下 那首先预测市场 它能不能代表真实的大选的民意 那第二 那川普真的支持比特币吗 那第三 就算川普支持比特币 那么为什么 他能够当选 就代表着比特币大牛要来了 而且呢 怎么就年底就10万美元了 那如果说这以上这三个问题呢 你都没有想过 而是呢 只是看到有人在大喊 川普我赢了 牛市来了 充10万 那么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多数呢 会在69000点被套住 那咱们一个个来分析 以上的三个问题啊 那第一个问题 预测市场 能不能代表真实的民意啊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去推敲一下 那这要看这个 Polymarket这个平台 那目前这是最火 全球最火的一个平台 对吧 那我很早的时候呢 就想试着呢 去压住一下 但是呢 美国地区的用户呢 是被限制使用的 他检测到你的IP呢 是美国呢 就不会让你去使用 那如果说你非得要用的话 那只能借助于VPN了 那这么做的话呢 其实他是把大部分的美国人 给限制住了 那我觉得呢 这个平台还是有一些 合规的问题在里面啊 所以说这个平台上 大多数的用户 并不是美国人 那你要问我有多少 我并不知道啊 但是我看过 2022年的一篇文章 当时的数据是说啊 这个Polymarket上面的 美国用户是少于25% 那这个平台呢 是全世界喜欢赌博的这些广大的用户们 那最近几天压住川普获胜的人数呢 突然变成了64%了 那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川普的胜率呢 变成了64% 那很多川普呢就兴奋的高喊 川普稳赢了 那单看这个数据啊 是没错 那如果说投注的人 同时也能够投票的话 那我也会说川普稳了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啊 大部分投注川普赢了的人 他并没有投票的权利啊 因为呢 他们并不是美国公民 那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 所以说这个情况呢 并不能代表川普稳赢了 那另外呢 川普的这个压住数据呢 突然变大这件事情 他本身也是有猫腻的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最近几天有几单大的这个压住 川普获胜啊 这几个大单呢 就是同一个实体 根据阿克汉上面的数据呢 一共有四单 一共压住了3000万美元 压住川普赢 那这个事情背后到底是谁 咱们没有办法推测 那他们这么做呢 无非呢 是有以下三个可能性 那第一呢 就是他们是真正的川粉 那压中注啊 压川普赢 想通过这个方式呢 获利 那第二呢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来吸引更多的人 跟着压住 那如果说大部分人 都压对了的话 那么平台 他就不是亏死了 对吧 那平台做庄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那如果说用这种方式 来扰乱这个市场 制造一种假象 那么平台是不是 可以赚的更多呢 那你肯定是会问啊 那为什么这么做啊 那理由也很简单 做庄的人 怎么会愿意轻易的 把钱送给赌客呢 没有这个开赌场的人 会愿意这么做啊 那第三呢 就是制造川普 获胜这个几率啊 获胜的这个概率 变大的一个热点 让更多的人 参与投票给川普啊 那以上 这三个可能性 那无论哪一个 都跟川普 稳赢了 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个世界真实的面目呢 并不是呈现在 你眼前的这个样子 那这个世界呢 比你看到的 要肮脏的 多的多 那偏偏人们呢 就喜欢 他们让你看到的 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他们就每次呢 都给你看 你想要看到的 这个样子 所以说大家也 就很难看到 真实的这个世界的 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看都看不到 更别提在这个 现实的世界中 去赚钱了 那好 那咱们接着来分析 第二个问题啊 那川普真的支持比特币嘛 那我之前呢 在比特币大会期间 也做过几期视频 来进行讨论 那我的结论呢 是川普并不是 真正的支持比特币 理由呢 就是他对比特币的 原理机制啊 一窍不通 那这些结论呢 在那几期视频中啊 我都讲到了 那没看过的 也没有关系 我简单的再来 概括一下 这个判断的依据 那川普在比特币大会的上呢 本来是有一个 很很大的这种 拉拢比特币 投资者的一个机会 做的呢就是在现场呢 画一个很美好的 一个大饼 那让所有的比特币的 投资者看到 比特币的美好的未来 那大家想要听到的 就是无非就是一句话啊 就是说要将比特币啊 变成美国国家战略储备资产 那就这一句话就够了 那结果呢 川普错误的将 这个战略储备 讲成了战略库存 那这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两个概念了 所以说当天演讲的时候啊 这个比特币一度突破7万 那结果呢 他一边讲比特币 价格一边跌 那比特币直接就跌回了 5万以内 那后面的这个演讲呢 就变成了川普的宣讲会 跟比特币就没有关系了 所以说我当时在现场 我听完这个之后 我非常确定的认为 川普呢 并不是真正的支持比特币 那之所以去参加比特币大会 完全的 是为了拉赞助资金 那当时参加比特币大会的 还有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啊 那我听完他的这个演讲 对比川普的话 那我是理解的就是 小罗伯特肯尼迪这个人 才是真正懂比特币的人 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问题啊 那假设 川普真的支持比特币 那么川普当选之后 那比特币就会开启大牛市了 那这个逻辑成不成立呢 那比特币现阶段的这个行情啊 那完全呢 是由期货市场主导的 那现货市场的交易量 非常的萎靡啊 大家看这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 那这是期货和现货的一个比例 那目前期货交易量比上 现货呢 是九倍左右 那主力资金目前赚钱的方式呢 只有通过期货 那现货拉盘来期货赚钱 那现货完全的是被当成一个这个 主流赚钱的一个工具 而不是啊 这个拉盘的一个工具 对吧 那我们从这一点上考量来看 目前这种行情 不具备大牛市的条件 那也就是不存在 谁当选 就会出现大牛市的逻辑 那更不要去说年底十万美元了 那另外呢 这个从宏观环境方面啊 整个世界的金融流动性呢 都不足 虽然目前是在降息的周期当中 但是呢 量化紧缩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QT啊 还在进行当中 那什么时候 降息周期走完了 那QT量化紧缩 变成量化宽松QE了 那真正的大牛市才会到来 那目前看呢 应该呢 是在2025年的第二季度 所以说没进场的朋友 可以考虑在大选之后的 这个 如果说暴跌的话 在那个时候去捡便宜的筹码 那另外一个理由呢 就是最近比特币现货 ETF基金啊 这个资金净流入很多 大家也都看到新闻了啊 那但是呢 表现在价格上呢 确实有一点问题啊 不尽人意 那上周 10家ETF净流入 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 那如果说这10亿美元 全部都买了比特币现货的话 那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呢 早就应该超过8万美元了 但是实际情况是 6万9都停下来 为什么呢 那有一个猜测呢 就是说 这10亿美元的资金呢 并没有真正的去买入比特币的现货 那至于这些资金去了哪里呢 我们并不知道 那比特币现货 ETF呢 还是一个新的东西 监管方面的 应该还是存在漏洞的 所以说 我们有理由相信 目前的机构 并不想拉盘 而是要等待 那到底是要等待什么呢 那等待咱们前面所说的降息 以及量化宽松QE的开始 那所以说 这两点说啊 我们看到没有理由出现大牛市 那么川普当选了 能改变吗 那我认为并不能啊 那美国政治制度完善 一个总统的权利呢 也是有限的 他顶多只能说 促进某些事情的发展 并不能改变一些事情的方向 所以说 即便川普当选 也无法带来大牛市 那反过来说 他不当选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暴跌腰斋了呢 那我觉得也不至于啊 目前周文圈这个舆论环境呢 太把川普当回事了 那在我看来呢 也就是一个总统而已啊 那比特币 完全不需要这个总统 对吧 那总统是非常需要比特币的 这个逻辑 大家要记住啊 那逻辑思维方面 不过关 那么人们呢 就很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 多多的独立思考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大钱 那综上所述呢 我的观点就非常清晰明了的 那没有数据证明 川普当选 也没有逻辑证明 他当选了 就能够带来比特币的暴涨 那么年底十万美元 或许只是个美丽的梦 那梦醒十分 希望你能够勇敢的去抄敌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说你觉得 电影的投资和思考有的帮助 请一定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会持续不断提供 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 我们可以共同进步 一起发财 Peace 请订阅我的频道